大家好,又是香港頭部學會 今天講講酒精的知識 之前有藥房說賣架酒精被海關抓到的 酒精裏面有甲醇 講講這幾樣東西 甲醇、月醇和二丙酮 講講沒有毒的酒精就是月醇 那月醇怎麼來呢? 月醇就是酒 酒是怎麼做的呢? 用糖發酵 那些微生物發酵就會產生酒 吃了裡面的糖就會變成酒精 理論上,你放糖水在嘔吐 嘔吐到這樣就變成酒精 但如果現在用月醇的酒精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七十、五 怎樣來呢?就是蒸餾 因為你這樣放糖水在嘔吐 就算糖多高也好 很難說吐到變成九十百分 蒸餾 煮滾它,要免費那一層 因為酒精是比水更輕 它會先走 即是從蒸氣走出去 蒸餾只要免費那一層 底那一層不要 慢慢蒸幾次就變成了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酒精說什麼 那些酒就是孖精、雙精、三精 就說蒸了幾次 所以三精的濃度一定是高於孖精 這樣 即是九光雙精酒那些 但那些都還沒有去到九十 蒸幾次,蒸到變成九十為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月醇酒精是沒有毒的 因為它就是酒 是高濃度的酒 就是這麼簡單 那甲醇是什麼呢 甲醇呢 以前的方法做呢 就是一種叫黃楊木的東西 是蒸出來的 它是內自酒精的東西 即是 化學結構是有一點點不同 差不多 這個月醇 但那些不說太複雜了 那些大家不明白 也沒有需要明白 這不是讀這一樣東西 最重要是你知道它的特性 那些東西 那為什麼說工業酒精有毒呢 工業酒精就不是全部是甲醇 那些酒精主要是月醇 就加了甲醇 為什麼要加甲醇呢 原來就是說 你月醇不是酒來的 酒要打碎的 就是可以喝的 全部都要打碎的 如果是工業用途 那些一樣是照烈酒打碎的 很貴 你知道烈酒的稅很高 所以你要加甲醇下去 令到那樣東西不可以喝 不可以喝的 就不是一個烈酒的打碎途徑 那就是不會貴 變成會便宜 原來就是這樣的 而且有些地方會加顏色 加一些紫色的 那些是甲基藍 甲基藍是什麼呢 甲基藍是藍毒水的 以前用的藍毒水 滴在手上變成紫色的 是用的 加一些 還加一些 沒有味道的劑 是很臭的 令到別人不會用來喝 原來是這樣 但是甲醇是有毒的 所以是不可以喝的 講講這個 越純 越純的 醫用用途 譬如你打針 有時候 幫你抹一抹 再打針 那些就是越純 而藥房 買了酒精 原來就不是 越純 而是二炳銅 二炳銅 都是類似的東西 但複雜又不說 但它是便宜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去法工行買酒精 做洗手液 買越冰銅 買越冰銅 是最好的 因為它便宜 但它也是有毒的 有少少毒 所以 如果你怕 就買回月純 我也是買月純 因為雖然是貴一點 但是沒有毒的感覺 好一點 雖然不是拿來喝 那我就講講這個 酒精中毒 為什麼 有些人會酒精中毒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原因就是 你喝了一些假酒 假酒就是用工業酒精做的 工業酒精製造的 工業酒精裏面就是有甲醇 甲醇有毒的 所以有中毒 它怎麼中毒化呢 它就是甲醇進入了身體之後 經過酵素 專化成甲醇 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人說 裝修有甲醇 甲醇有毒的 甲醇就是有毒的 如果喝真酒 就是人說酒精中毒 原來就是 真酒裏面 都會含有很少量的甲醇 那這個為什麼呢 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推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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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應該就是 它有酒在木桶裏面 那些木散發出來的 那不就為什麼有甲醇呢 對不對 這是我推測的 這是我自己推測的 這是我自己推測的 但是很多美酒 就算是美酒 真酒 都會有少量的甲醇 很少量 那你喝了多 那你喝了多 就中毒了 那這個酒精中毒是怎樣呢 聽不聽過 那些人說什麼宿醉 宿醉就是 喝完酒之後 第二天又很乾 又很不舒服 又頭暈 那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酒位說呢 怎樣對付宿醉呢 再喝多一點酒就可以了 那你以為是開玩笑呢 不是的 我看過的資料 原來是真的 這件事 原來解決這個酒精中毒 最好呢 當然有另一種藥 但是原來呢 再喝些月醇下去 即是酒 再喝些酒下去 是可以解到酒精中毒的 為什麼 原來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酒精中毒是因為有少量的甲醇 那你喝了多的酒 就甲醇多了 那就中毒了 那甲醇在身體裡面 是經過你自己的酵素 才會變成甲醇 才會有毒的 那如果你原來 原來呢 乳醇 即是酒精 你喝了那些月醇 喝了那些酒精 進了這個身體之後 會跟甲醇去爭那些酵素 他爭多了那些酵素 變成甲醇 不可以變成甲醇 就算是解掉你的毒 原來是這樣 也有試過的 有醫生說 如果你 甲醇中毒 給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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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那些甲醇 搶酒精 搶這個酵素 就鑽化不了成甲醇 這樣就可以治療 原來是可以的 這方法 這麼有趣的 這就是 酒精 這三樣的小自食 那 大家喜歡看的 就訂閱 原來很少人訂閱 因為我又 不是靠這個賺錢 我又不知道 多些人訂閱 多些人看都好 分享一個知識 這個 YouTube那些錢 我又沒有想過賺的 OK 那麼 好 下一集再見 多謝 拜拜